大家好,欢迎继续观看Node.js之消息服务器开发 这节课呢是我们这一期内课程的第九讲,我们来看一下 在说第九讲之前,我们还是先简单回顾一下上一节课的一个内容 上一节课呢,我们主要是实现了这样一个消息广播和私聊 然后在里面呢,我们搭建了整个的一个聊天系统的这样一个UI的一个大概的一个样子出来 然后呢,我们讲了这样一个消息广播的四种实现方式 那么这节课呢,我们就开始来说一下,来完善一下这样一个聊天室 也就是这样的一个内容 首先第一个呢,是说一下这个私聊 私聊其实呢,在我们上节课的内容里面已经提到过了 其实私聊的话就是找到我们需要聊天的那一个对象的 它的一个sok对象,然后呢,用它来发送事件 那通过这种方式呢,就能达到一个私聊的一个目的 当然,这边的一个私聊呢,其实它不是点对点的 它其实是通过我们的这个saver进行了一个中转 所以这个呢,是有一点区别的 然后这节课第二个内容呢,就是我们聊天室的功能完善 其实这个呢,才是我们主要,今天这节课的一个主要的内容 好,这个私聊,说了啊,看这个 这里面主要完善什么功能呢? 第一个呢,是设置离撑,第二个呢,是上线通知 第三个呢,是离线通知 第四个,群聊 第五个,私聊 那么我们这节课呢,就要把这五个功能在我们这个聊天室里面去做出来 好,那我们还是具体来看一下代码怎么来实现 好,这儿呢,我们就不会讲太多的理论的一些东西了 我们直接来操作 好,先启动起来 好,启动好了之后 我们可以通过这个localhost发签 好,我们把它打成书签 好,这个呢,就是我们上节课里面的这样一个内容 好,上节课已经实现到这一部分了 我们这节课呢,来接着 首先呢,是什么呢? 设置离撑 设置离撑应该怎么做? 就是一进来的时候,我们就需要让用户来输入我们的这个离撑 那这个时候的话,就需要来怎么实现呢? 看一下 这个是siver,我们来找到connect 这个里面是我们的一大堆事件 好,设置离撑 怎么来做? 其实说白了,就是当我们这边整个一启动的时候 我们就要求我们这个用户来输入我们的离撑 好,这里呢,就是说 请输入您的离撑 好,这个地方就是我们的reclaim 通过这样子的话,我们就很明显能够做到 看,请输入您的离撑 一刷新,我们一进来,我们就会先输入离撑 输完之后,才能往下走 那这个时候呢,就是我们输入离撑 当然,这个离撑要保存 我们一个存在哪儿去呢? 这个时候的话,我们就需要 调用我们的什么呢? 调用我们saver的一个事件 这个地方我们的事件怎么来处理比较好呢? 我这里是通过这种方式的 saver 首先我们要触发的是什么saver的一个事件 然后什么事件呢? 我们用点 saver里面的 online 这样一个事件 就是说我这边上线了 那这个时候的话,我们会做什么事情呢? 就是说 把我们这个reclaim 传过去 那这样子的话 很明显我们就能够 做到这样一个 离撑生效 那我们这边可能也要接收 接收应该怎么做呢? 同样的 我们需要 接收 所以呢我们就需要 在这里 on 来监听这样一个事件 监听了之后 我们就可以拿到我们的数据了 好 niclaim 这个时候我们 怎么做呢? 记住我们这边是js 所以呢 它可以把 直接把这个niclaim 存储到我们的这个 sockey上面去 存储好了之后 一个怎么做呢? 我们这个时候还需要通知一下客户端 说我们的用户上线了 这个地方要有注意了啊 当我们只通知其他人不通知自己的时候 我们用broadcast 用消息广播 当我们要通知所有人的事 我们用IODMT这样一种做法 这个地方我们要调用connect的一个online通知 这个地方我们就需要传一些数据回去 好 这里其实我们就直接可以传niclaim 当然这里最好的 最好的做法是说 是再传一点其他的一些数据回去 比如说我们服务器的一个时间点 什么东西的都可以 那这儿我们就 先简单的传一个最基本的niclaim回去 那这边肯定就要对应的来接收 那我们掉了之后 我们就要去处理这样一个事情 接收 这个叫世界什么connect online 好 这里我们统一 也是niclaim 好 看一下 这边直接刷一下 注意了 这边其实没有收到通知 我们看哪个地方有遗漏吗 当我们监听niclaim online的时候 通知niclaim上线了 然后我们服务端 做的是什么呢 当我们save online 好注意了 这个地方叫save online 我们看这边是不是对应的 出发save online niclaim collect online 没问题 我们看这边有没有什么错误 好上线了 那这就是我们第一个上线的一个做法 就是这样去做 看一下我们第一步设置泥撑 就已经做好了 然后上线通知 其实我们也相当于做好了 当然我们还有一个离线通知 这个离线怎么来做呢 好 很明显这个离线的时候 我们要通知到所有人 但是呢不包含自己 因为离线嘛 肯定不会去包含自己 所以这个时候的话 我们就需要怎么做呢 同样的 我们离线的话 其实是在服务端来做了这样一个事件 所以我们这个离线 其实是在服务端这边来做处理的 所以我们就要需要在这个socket 进行处理 disconnect 掉了 掉线了 掉线之后 我们就要通知到所有人 当然这个所有人其实不包含自己 所以呢我们就要用broadcast 这个地方要掉的就是什么呢 connect 下线 就掉用客户端的一个下线的这样一个事件 这个事件里面 我们需要把这个什么呢 nick name 给返回回去 好 所以这个时候呢 我们这个nick name 就必须要有了 那么掉线这边也同样的是需要处理的 所以呢我们就会有一个client 当客户端掉线的时候 我们要做什么事情 当然这个地方很明显 我们就直接说 下线了 A上线了 B上线了 当我们这个 A关掉的时候 这边B就收到通知 A下线了 好 这就是我们的离线通知功能 也就是我们 这三个离线 那接下来两个就是群聊和私聊 这个地方应该怎么做呢 我们这就直接快速的 把这个代码先 代码给实现一下 好 首先呢 我们还是先来实现这个UI部分 这个现在这个UI呢 其实是不完善的 当然我们先把这儿住掉 因为这个有alt alt的话 确实会阻塞 当然 这个alt这个地方 我们要让它不阻塞的话 我们只需要 用concert.log 来替代就可以了 好 这个时候我们来实现我们的UI 我们看一下现在这个UI的话 已经有这样一个绘画 这一级别 还是要输 看一下这哪儿没输掉 呃 是 这里 这里我们不管 我们直接就默认一个 好了 这就是我们的一个最基本的UI 那这个地方我们要聊天的话 很明显 我们还需要一个输入框 还需要一个内容的一个展示框 所以呢 我们的这边的一个UI就应该在这里 来做 这里其实已经写出来了 这里有一个叫 ip chart body 这里面的话其实我们需要分为两个部分 第一个部分是什么呢 是我们真正的一个内容区域 然后第二个部分是什么呢 是我们的这样一个操作区域 operator 操作区域 为什么有一个操作区域呢 因为我们操作区域我们要放什么东西呢 我们要放的是一些 我们的这样一个 我们要放我们的输入框 这些内容 所以呢 我们这儿要先实现一个输入框 我们要直接一个 带按钮的这样一个输入框 除了我们的内容之外呢 我们最好是给他加一个图标 加图标怎么来加呢 加图标的话我们可以通过 我们的 graphic icon 来做 好 我们看一下现在的这边一个 是什么样子的 这个地方有问题 看一下哪儿出问题了 导致他没有生效 input group 是这里 这里应该是form contract 而不是group 那这样子的话 生成好的一个结果就应该是什么样子的 好 这样子的 这个就是我们所想要的一个 效果 好 这个除了这个效果之外 我们上面肯定还有一个内容区域 这个内容区域 具体应该装什么东西呢 我们就需要在这个地方 装一些内容 看一下 装一些内容 那这个时候的话 其实我们 对上面这个内容区 还需要设定一个高度 那这个高度怎么来呢 我们来看一下这边 我们可以看到这个 body 是 有height的 有高度之后 那我们这个内部的 很明显 我们就可以 通过来设置它的一个高度 这高度怎么来做呢 我们可以考虑用 计算的 一种做法来做 好 它的高度呢 是通过 我们的 webcate clc 计算 然后是百分之百 减去我们下面的 比如说 就叫50px 那这个 这就是它的一个高度 当然 这个50ps的话 其实是比较大的 所以呢 我们还可以让它 往小 往小的地方再 挤一下 好 当然 我们这个地方 我们还需要对外 进行一个 一定的一个间隙 所以呢 我们可以 让它有一定的一个margin margin top 有10个像素的top 那这边 好 很明显 我们还有点大 我们就可以再来 好 那这样的一个区域 其实就 比较满足我们的一个效果了 最下面有一个输入框 然后 中间这部分呢 就是我们的一个聊天的一个窗体 好 这个呢 是 UI 当然 我们 当我们上线之后 我们要做一些提醒 那这个时候我们就需要 实现一个提示框 这个提示框怎么做呢 我们就在这里做一个什么 做一个模拟 然后先试一下到底什么样的提示框 比较好看 然后呢 我们再可以把它迁移到我们的代码中去 好 这里呢 其实我想让我想实现的一个效果呢 其实是这样子的 大家先看一下 我们可以给它取一个名字叫 Message Panel 就我们的消息面板 当然里面的话肯定是一个什么呢 是一个DIV 然后呢 同样有个 叫什么呢 Message Heading 就是我们的头部 头部有什么东西呢 头部有span 好 span的话 就会有一个什么 提示信息之类的东西 然后呢 就是我们的 tip 在tip里面装什么东西呢 其实是装这些东西的 当然我们第一个肯定很明显是 图标 第二个呢 就是我们的图标了 好 这个图标是这个名字 有了图标之后 然后我们这儿就可以写数据了 提示信息 好 我们看一下这边这个造型 应该什么样 好 是这样子的 当然我们这些呢没有样式 所以呢 我们就这个样式 就需要做一些处理 消息 面板 样式 这个样式的话 其实我们就要从这里来做 开始 它呢 肯定很明显是有这样一个border的 我们 好 给它一个橘色的一个border 这样子看一下 就长这样子了 一般来说 除了提示信息的话 我们还会提供的是一个 叫 时间的 这样一个东西 所以呢 我们在这儿 还需要再来做一个 时间的 当前 当前时间这个地方肯定就是我们的time 这个时间的话 现在我们就先做成00 现在暂时先不用真实的 我们就00 好 现在这样一个数据大概就出来了 那除了我们的黑顶之外 我们还会有哪个内容呢 很明显 除了黑顶 还会有的就是我们的这样一个border 就是我们到底装我们真实数据的 这个东西 所以呢 我们叫 Message Border 当然 它也是需要设置一些样式的 所以呢 我们可以放在这儿来 我们还需要设置的样式的是什么呢 是我们的这个tip和我们的黑顶 大概就是这些 现在的话我们就来做这样一个美化的一个操作 当然我们可以给它设置一些叫什么 所谓的圆角 这样一个东西 好 接下来呢 我们对这个设置一些东西 我们就让它往上 简单的一些飘一些 所以呢 我们可以可以给它设置一个 margin top 如果往上飘的话就应该是 我把它让它飘15 那这样子的效果看一下 是这样子的 好 稍微要好看一点了 这个之后我们 如果上面没有距离 那我们很明显这个会抵到上面去 所以呢 这个时候为了让它有一定的间隙 我们可以把这个整个元素给它的上下 这是一个margin 这样子的话就不会有挤压了 好 接下来呢我们再来设置这个tif 这个tif呢 很明显它是要装一些文字的 我们可以看一下 很明显它是装这样一些文字的 那我们可以给它设置一些什么东西呢 既然是文字 首先我们可以给它设置一个大小 顶部的这种消息 肯定让它小一点 当然我们的 圆角 当然也可以要了 好 既然我们这个 这个颜色的话其实是红色的 这个我们可以改一改 我们把下面这一份颜色给改一下 改成什么呢 改成default 这个颜色呢其实是我们的 其实是我们 bristwap的里面的东西 所以这样刷一下就变色了 好 我们改成了这样一个 有了这个边框 然后我们还可以给它改一个颜色 用反色我们就用 哎不对 我们是用白色这个颜色 好 现在呢我们再来看一下 哎 要好看一些了 但这样子 没有pending了 所以看 看起来比较奇怪 所以我们给它加pending 上下两左右五个 那这样子我们再来看 哎 更好看一些了 我们再来 我们很明显的看到它这边呢有一个没有间隙 所以呢我们可以给它给一个marginWrite 好 往右起 15个像素 哎 那这样子看起来就不错了 然后呢我们就要针对里面这个内容做一些处理 这个内容里面我们先模拟一个出来 很明显就是这样子的 好 那这个效果就是不错的 好 这个时候我又想 我想把这些用户的信息 就说我个人的信息呢 从右边来做提示 那这个时候我们就要让它靠右 又怎么来做了 靠右这样一个操作呢 我们先复制这样一个一份东西出来 我们再来做一个靠右的一个操作 靠右 我们可不可以把它用textWrite来做呢 看一下 这样子是不是也就OK了 当然我们为了让它显示 这个显示在后面去的话 我们还可以把我们的这个提示信息 通过Pull Write来做 这样子的话 看一下提示信息跑到右边去了 当然这个这个时候我们发现有一个问题啊 就是说 这个提示信息 似乎 你这边的间隙是太大了一点 那这个时候我们就要考虑把这个 稍微改小一点 怎么做呢 这个时候的话我们就可以把这两个组合在一起 来做一个处理 所以呢 这边的处理就应该是 当这两个同时出现的时候 我们就让它的这样一个 margin write 00 好看一下 那这个是不是也就不错了